2023年度马来西亚吉隆坡慈激国际学校施工商人奖 分别由中学部的叶子阳、谢荣舟 小学部的骆育彤和李毕选获得 我也想感谢我们的三位父亲 为我们来与我们的奉务 并帮助社会 颁获施工商人奖的四位同学 都是品学兼优 皆能将正言法师的精神 落实在生活中 小学部的骆育彤学习态度佳 成绩优异 平时更乐于帮助身边的同学 我很积极地去读书温习功课 我不需要家长度出我去温习 我会自己自动自发 家长还有老师从小就培养我 所以现在已经养成了一个日常习惯 育彤的父母通过快乐亲子成长班 而了解慈激的教育里面 依然在她六年级时 转学到慈激国际学校就读 每个学生都有一个机会去表现 孩子就有这个信心 所以他们就会更加地去努力地去 improve他自己的这些skill 虽然是工作很忙 可是我们尽量抽空时间来陪他们 每次学校有活动 我们肯定有会出席的 孩子也会体会到父母的付出 所以使他们更加努力 另一位施工商人奖得主李李炫 从小就跟随爸爸妈妈参加慈激亲子班和慈激活动 爱人爱己 爱惜地球的观念 深知心田 当我们和我们孩子一起走入人群一起付出 比如环保看到这么多的资源 这样我们就知道我们需要珍惜 在家里我们有做分类 从小她就有这样的习惯 做环保来保护爱护地球了 李炫除了成绩标签 她也是一位运动高手 奸激运动是她的强项 曾多次参加海内外的比赛 并且获得优异的成绩 运动中不放弃坚持努力的精神 让她储备后续的软实力 师公上人讲不是个人模范荣耀 而是让孩子在逐梦的过程中 实实在在自我警惕 坚定正确的人身方向 迈步向前 麦大爱吉隆坡综合报道